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张博的小教室 那今天呢 我们在前面讲了很多 肝炎免疫细胞的东西啊 那其实大家就在想说 可是我每天都是属于高压族群 很疲劳 然后作息也不正常 那我怎么知道 我现在的免疫细胞 到底好不好啊 适不适合储存 那其实呢 现在在精准医学的 那个知识很发达啊 大家都知道 是不是应该在做这个储存前 可以做一个免疫力检测呢 那确实现在蛮多的厂商 他有推出这个 免疫细胞的检测 然后也可以评估一下 你的抗癌能力如何 所以会建议说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免疫力 好不好 适不适合储存 你可以先去做一个 免疫细胞的检测 评估一下抗癌力 然后呢再去储存你的细胞 那可能你会觉得比较的安心 那第二个呢 是说 免疫细胞 只能用来抗癌吗 其实我们知道 就是免疫细胞 是我们身体里的一个 一组很厉害的军队 那其实不管是 癌细胞 细菌 或者是病毒 那在入侵我们体内的时候 都需要靠免疫细胞 来做一个清除打仗的动作 所以免疫细胞呢 除了用来这个抗癌 另外呢 它对于像 比如说像 这阵子爆发的这个 COVID-19 这种未知的病毒性的感染 它其实呢 也可以发挥很好的功效 那另外呢 免疫细胞呢 它对我们身体一些 比如说是老化啊 或是一些 准备坏死的细胞 它有很好的清除能力 所以有研究指数就是说 免疫细胞呢 它用来做这个抗衰的一些保养 甚至是慢性病的预防 它具有呢 一定潜在的应用的效果 所以呢 免疫细胞不只用来抗癌 它在未来呢 它应用潜力 说不定呢 可以比你想象的多更多 好啦 那今天张伯小教师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